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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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六根的欲望一定要收射一下 一定要稍稍清静一下 否则没有收获 目前看你吧 气脉还比较 说明你这个禅定力修得不好 不是很清净 气脉还是足 定力不够 直接 你每天就是静坐 闻听啥呢 就是学啥呢 主要是网上有的 主要是知名也不是不懂 多留来一下 博学啊 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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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清白瓣的 而且清了很多年 清很多年 你你打坐 每天都坐 做多久 做了四年了 每天坐多久 但是你的第一是 你坐在这的时候 假如你做四年 你的神不宁 就是我观察你的心门 你神不宁 说明露识的还是比较多 结盟觉知露识 就是很忙 脑头脑还很忙 不管是装置佛学的 还是世俗法的都比较多 杂念还比较多 然后神不宁 神不宁的原因是六根不禁 就是爷耳鼻舌生意不清净 不清净 就是因为我们在红尘之后 不停地做四嘛 那做四以后呢 你的有能力及时地清理 那个清理其实来自于 你贪不贪 就是贪了不贪了红尘的东西 就是比如说你在红尘 我们都是在家要做事 做完了 我们能不能极有极空把它放下 这个有时候不是功夫 是那件事 是否你还很看重 就是这个出离心啊 这个到底 我只是想从 想从到获一个佛果 是吧 还是 因为获佛果 它是要慢慢六根七根 不是在头脑里边 有一个空性 或者佛果状在这的 是六根慢慢慢慢清净 六根一清净 就是说 六根清净就是 的人肯定不贪恋这个世界的 很多东西 他的人生观 就是说 这世界的名利情 他的看法 跟世俗人肯定有改变了 这些地方 你师父比以前 没有那么追逐这个世界了 没有那么追逐 像普通人那样子 还是那样子 看这个事 或者很多人只是厌世了 我觉得 他不是 但是六根如果清净 神才能拟 六根清净的时候 神才能拟回来 神拟回来 然后气脉才能转化 身心才能转化 刚开始是有气脉的 你以为你有接吻觉知 你有六根 所以这个就是 继续吧 就是功夫不到 禅定力 在世少不必静转 如如不动 松色六根 就是松色心神 凝神 然后六根清净 露食 露食的少 聚得多 把腿盘起来 还有不要吃肉 清免的建议 尽量不要吃肉 清免有点轰浊 第一是 不要吃肉 第二海底楼 对情欲的认知 海底楼 就算是你没有性生活 或者海底楼的 海底一晃 上面的能量 永远聚集不够 知道吧 就算打坐海底楼一晃 刚开始轰浊 因为你还不能 极有极空 所以刚开始修 所以尽量的还是 就是信啊 这一块还是要注意 要在家 即使说 有的人说我没有 但是极端的 对性有 就是对这个 新生活 极端的有看法 也会露食很厉害 就极端的排斥 或极端的流列 都不对 就是极端的 对他有看法 就是很业务 他觉得他是邪恶的 或者觉得 就是对这个东西 他是邪恶的 他是美的 好的 圣洁的 完美的 对错 你在头脑 这都露食的蛮厉害 就走中道 继续吧 我觉得挺好 你只要好 你只要好 我就是做了 对这个东西 我想要做 为什么 就是 何一样 找他 有一点 很快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